云端白板上面的其他补充范例 你们找一下其他补充范例的进阶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进阶里面 PDF 如何批示转这个PDF 里面有程式码 有范例档 打开来大概就长这样子 请各位一样在桌面上放一个PDF的资料夹 我们大概就把刚刚的这个假设 我们把它全部转出e-sale档 可是e-sale档如果要全部再转出一个PDF档的话 其实就用刚刚那个范例 其实里面可能比较重要的大概界面大概长这样子 来源目录就这样子 实际上就给它一个来源目录就VBA 按确定 转出目录 那请各位自行在桌面上建一个PDF 转出目录 那其实你说这两个按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很简单 刚刚那两行 application.file dialog 找到之后怎么样 丢到这里面来而已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了解这个怎么写的 就刚刚这两行 真的就两行 这一行跟这一行 把这个最后的东西本来是丢给一个变数 我是丢到哪里呢 丢到B2 B2就它了 OK 然后呢 后面你想说你怎么老师你这后面怎么自己就变出一个这个斜线 很简单嘛 因为我担心说到时候会少这个 所以我在这个丢过去的后面自动先补一个这个 跟目录 OK 然后呢就自动丢 就这两行 所以这两行蛮好用的 为什么因为以后让它自动去抓什么某一个目录啦 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刷到之后的话呢 最后就让它执行 那执行的方法 其实就是关键只有这个啦 刚刚本来是 active workbook 那个workbook 把它做一个save copies 把它改一下 在里面 如果你要汇出成pdf 的方法不太一样 变成要什么 export as fixed format 这边后面有个叫什么 xl type pdf 后面一样给它一个目录啦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直接就输出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直接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 直接转 那你会发现它就一直 画面一直闪动 就一边一直传一直传 pdf全部都输出了 这个蛮方便的 我是提供给各位参考 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班级的所有成绩就出来了 OK 这其实顺便应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寄给人家的话 也许你也许不一定要把整个档案寄给人家 你可以把它一个pdf档输出给人家 这样反而更五指化作业 更方便 OK 那里面的话至于有些细节 我想后面有提到再来看一下 其实里面的话回圈 因为我不知道说里面到底有多少个档案 如果说我已经固定知道说有多少个档案的话 那我可以用4nets 可是如果说我不知道到底这个目录 VBA那个目录里面到底有多少个档案 可能有十个可能二十个不知道 那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叫do file loop 当什么情况会进入回圈 当它里面有档案的意思 当它里面有找到有档案 那它就会去怎么样 去帮你做转档 直到完全找不到档案 关键就是利用一个函数 叫DIR 这个DIR顾名思义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DIR 就是帮你找一个 告诉你那一个 再找一个 换下一个 直到找不到为止 就跳离回圈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 程式没有几行 不过重点 可能跟前面 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这个 do file 跟do loop 因为没有办法用4nets 4nets的前提